最近的娱乐圈真是不省事 清心敬业的冰雪女王韩雪老师 音沟里翻船 以一场假唱的音乐剧 成功颠覆了辛辛苦苦积累的完美形象 数月前 韩国偶像男团big band的李胜利性侵事件 让这个超级天团瞬间人设崩塌 和娱乐明星一样 政治明星也会经营一些形象设计 成功的经营者确实能让无数狂热的粉丝不断中毒 然而人设毕竟不是本性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专业演员 都有露馅的一天 更何况天天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政治明星 说到政治明星 今年大中华圈热到爆的 无疑就是翻转高雄的韩国语 一碗卤肉饭一瓶矿泉水完成了一场不可能的选战 草根豪情 正直幽默 直面对决 不畏强权 在全球的华人世界里掀起了一场势不可挡的寒流 韩粉的热情就像一场凶猛的森林大火 遮天蔽日 把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打回了原形 当选高雄市长的韩国语 迅速出访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的香港 澳门深圳厦门 斩获无数巨额订单 一时间 韩国语的人设冲上了巅峰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 韩国语一旦完成市长任期 问鼎台湾总统大尉如探囊群位般 可悲的是 此时的国民党的大佬们确实太烂了 不管是民进党如何祸害台湾 明年的大选 国民党都没有一个太阳能扶得上墙 也许是时事造英雄吧 韩粉们发起了一场拥戴韩国语参选总统的运动 因为从各种民调来看 只有韩国语才能轻易获胜 可问题是 韩国语刚刚成为市长 就去参加大选 不仅违背了自己的选前承诺 也给对手留下了落跑市长的把柄 更重要的是 喜欢韩国语的大部分高雄市民 也希望韩总能实现高雄发大财的愿景 韩国语似乎陷入了两难 给人的感觉是 他不愿意选 想好发展高雄 但不希望一下子让狂热的粉丝寒了心 这一幕像极了宋太祖的黄袍加深 我对赵老大被迫称帝的历史 一直都很怀疑 然而当我看到这一波波的推寒浪潮 和韩市长的无奈 真的让我有点相信 历史上的赵邝映 也许就像现在的韩市长一样被迫承担大位 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 不断推托参选的韩市长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被国民党征召成为唯一的候选人 按照台湾总统参选的陋席 候选人都要到美国参加面试 当然住住解除外 拜访美国的韩市长是愁愁满志 一向政治低调的他开始指点江山 唯我独尊 更离谱的是 韩市长为了向老美表忠心 竟然愿意把台湾的国防交给美国 换句话说 他把中国大陆当做了铠子 希望用从大陆骗来的钱来购买美国的军货 不过这些言语只是得罪了大陆的韩分 对韩总的竞选之路 似乎还没太大影响 真正撕掉韩市长最后一张遮羞布的 却是霸气总裁郭蔡明 当郭总宣布希望代表国民党参加党内初选 而且郭总的民调同样可以横扫绿营 甚至击败无党籍的柯文哲 很多善良的韩分 都认为韩市长终于不用一个人扛起国民党的重任 也不用每天都累得没时间休息 况且韩市长早先的论述也暗示了没有参选意愿 当然如果韩市长真的参选 大部分韩分也会表示尊重 选与不选本来就那么简单 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很完美 但世界本就不完美 韩国瑜一直给人是勇于担当的形象 岛内外媒体都在等待他的决定 然而韩国瑜终究脱光了五彩斑斓的外衣 韩分们不断采用网络暴力去攻击和歪曲任何不同意见者 不管这些意见是善意还是恶意 而这时候的韩总和高雄市长选举前判若了人 不再去立即指责自己网军的恶意行为 在顺我者昌逆我者王的氛围下 韩市长发表了骇人听闻的韩无点 没有任何证据 韩总直接痛斥某人的参选就是黑箱作业 暗示只有韩某人才名正言顺 但是韩总终究忘了 大部分仰慕你的人 是因为你表现出的真诚豪迈和无私 当这些人设化作了尘埃 你和你自己天天痛骂过的政客又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你还不如那些自私贪婪的同类 笑江湖中的左冷禅和岳不群同样不择手段 同样坏事做尽 而左某人毫不掩盖自己的小人心态 岳某人却表现的翩翩君子 相信所有的读者最不齿的就是岳不群 甚至会忽略了左冷禅的恶行 原因很简单 爱之越深恨之越痛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当你激动的脱掉了玛丽莲梦露的外衣 却发现里面藏的是咕噜 当你和心仪的女神坠入爱河 却得知她在泰国做过手术 当你准备欣赏美女梦之队的跳水 却发现看到的竟是男足 本质上蔡英文和韩国瑜就是一对龙奋胎 不过韩某人更虚伪些 同样斜阳自重 蔡英文就做得更加真诚直白 韩国瑜则一方面通过表面承认九二共识 到大陆骗钱 一方面甘愿做美国的走卒来牵制中国 同样对待党内初选 蔡英文和韩国瑜都希望采用扼杀对手的手段 试图成为唯一的候选人 但韩市长却很擅长表演自己的委屈 同样恶意利用网军和媒体 蔡某人喜欢利用党政人士放话 韩某人喜欢利用亲韩人士放话 蔡某人并没否认网军 韩某人却总把话说得不清不楚 诱导韩粉释放更强烈的攻击 我只能说当遇到现实版的左冷禅和乐部群 我会强烈支持诚实而不做作的左冷禅 自古以来从容之功都会带来天大的好处 只要占对了位 无论是庸才还是蠢才 以后都会有挖不完的矿 数年前韩国瑜还处于政治低谷 没什么亲信 他的迅速崛起让不少饥渴政客看到了希望 他们蜂拥而来拥戴造神 迅速表态去抢占韩总登基的从容之功 同样也有一些自称韩粉的过客 开始消费韩总 只要拥有韩家军的金字招牌就能轻易获得不少的商业利益 而真正在韩总成名前雪中送炭的朋友却渐渐遭受冷落 甚至会因为没有强力拥戴韩总而饱受韩粉的网络霸凌 韩五点的出现暴露了韩市长的本性 他很可能低估了大众的智商 本以为可以席卷风云唯我不败 不幸的是这部扭扭捏捏猎猩猩作态的称王宣言 确实唤醒了不少真韩粉 在接下来的时间韩总或许会再次披上谎言的外衣 或许会再次指责都是假韩文惹的祸 但更可能的是他会继续发动猛烈的网络战和媒体战 因为那些渴望从龙的政客 媒体人和网红已经登上了韩船 票船只会一无所有 拥戴韩总才可能冲出最终的富贵 两千多年前萧和月下追韩信 为刘邦追到了大汉江山 但令人讽刺的是韩信最终还是被萧和骗入宫中 遭屡后杀害 一年前韩国瑜成功翻转高雄 让已经瘫痪的国民党重新站了起来 韩国瑜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 对传统政客的厌恶 一旦韩总撕掉面具成为新的传统政客 国民党刚建立起的一丝信用 会再次遭受海啸般的打击 因为更多的人不再相信国民党 还能走出正能量的政客 无论他包装的多么完美 对国民党而言 韩市长就是那靠不住的萧和 成也韩国瑜 败也韩国瑜 人设崩盘的韩市长 还能持续从大陆获取可观的订单吗 海外的韩粉们还会狂热的支持高雄农产品 和来高雄旅游吗 庶民经济还能走下去吗